去年全年的组屋转售价下跌0.9%符合市场预期 由于政府去年7月推出了新一轮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第四季的私宅价格滑落了0.1% 但是全年仍然取得7.9%的增长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现务局的预估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的组屋转售价格指数达到131.4% 比前一季下跌了0.2% 分析师认为转售组屋的供应增加 导致价格稍微疲弱 但仍处于平稳状态 今年将推出15000个预购组屋单位 而下一轮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将在下个月 到时建务局将在玉廊西、圣港和加冷黄埔 推出3100个预购组屋单位 市区重建局的预估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的私宅价格指数 比前一季下跌0.1% 达到149.6% 其中代表高档公寓的核心中央区 价格跌1.5% 代表中档公寓的其他中央区上涨1.8% 代表大众私宅的中央区以外 则增加了0.8% 去年全年以大众私宅的增幅最大 达到9.5% 它的增幅多半都是从上半年来 下半年一旦降温措施从7月份推出之后 它其实增幅都不到1% 也就意味着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敏感 甚至一个比较稳定的那个期间 分析师表示 本地市场今年仍面对一些下行风险 包括美联储加息 国内经济放缓等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伟报道 本地市场里面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